這次貓幣是送的兩倍 它便會幫你消滅牠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LIKE吧 我們差一點點就打死牠了 這裡應該有很大機會 非常大機會贏 除非我這裡按錯按鈕 來了 真的按錯了 按了房間 這回合我們再看看 還有機會的 用普攻 普攻行不行? 普攻... 哎呀 牠不死 牠根性 真的差一點點 如果不按錯就贏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先跟大家介紹一些重要的東西 然後我們再去打上級火龍 雖然我打了很久 但我不用雷霜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身沒有雷霜 在這麼黑暗的情況下 就被迫使用瑪莉打 不過不要緊 打到的不過很辛苦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也是一個比較難有的陣 不過如果有雷霜就不用想太多了 我們介紹了貓幣 之前直播有些兄弟跟我說 貓幣會否有限定時間呢? 我看了 也有兄弟跟我說 他說:「不是啊 魔人有限時間的啊 你在影片中介紹一下吧 所以在這影片中介紹一下吧 通常貓幣是沒有限制時間的 但現在我們在兩倍的 即是額外送出來的 就叫做L 期間限定 這個位置會限時間的 限制了多少呢? 就是如果你在3月14日 都不用送的兩倍的貓幣 它就會幫你消滅它了 所以大家謹記 如果你在3月14日之前 存了一堆貓幣 如果你在用不完的話 那就浪費了 所以大家謹記 在3月14日之前 這個L 期間限定 你就要看著它使用了 它的時間吧 打了無數場之後 我終於發現這遊戲 打這個紅火龍 如果沒有雷雙劍的話 你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才能贏到的 就是運氣啦 真的不是開玩笑 當然啦 我已經升強了我的角色 現在跟大家分享吧 如果在配龍或更詳細的資料 就會在這影片後再跟大家介紹 現在一段跟大家介紹我怎樣打 我大部份時間 那隻雷重佬 都是幫我的馬力加攻的 即是火太刀 因為我沒有雷雙劍 然後我的火太刀 也是騎雷狼龍的 我自己是3隻全部騎雷狼龍的 最主要是可以先頂上級火龍的攻擊 另外我的火馬力 是成為最大的輸出 但加上攻 它的輸出只有6000 我上級的雷狼龍是70 如果有雷雙劍的話 我相信是可以打得更多 另外基本上全部都是60 雷重佬是55 麒麟糧是60 不過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麒麟糧可以用4星 現在我們再看看情況吧 如果我沒有加攻的話 我只是用普攻的 我自己是全力給你加攻的輸出 麒麟糧在這裏看運氣了 如果睡不著的話 就知道了 前面大家可以看到 他扣我80多而已 最主要是雷狼龍的練度夠高就可以了 還有打上級火龍有什麼要點呢 就是基本上前面的兩隻要先動 後面的麒麟糧最後動就比較好 但你也要比火龍快快 如果麒麟糧最後動 那就可以直接跳過一個回合 那個綿 如果不是的情況下 麒麟糧是最快的 麒麟糧打完綿之後 基本上下隻 即是排第二的打的話 第三隻就醒了 再做一個回合上 其實是輸了很多 大家看到了 這一刻我綿了他 然後我多走一回合 多走一回合 給我的支援加攻 OK 加攻後再打多一下 再打多一下之後 麒麟糧再打 對了 當然了 這是運氣了 運氣就是他繼續綿下去 那我們下一回合再來 再補充 然後我們的瑪麗 再用雷狼龍的招 然後再來 免多一下 這裡醒了 他就開了這個BUFF 你看到其實加強多的 然後我們還是做一個... 我嘗試一下 其實想嘗試一下 電到他不動 因為他上了這個加兩攻加兩防之後 他的攻擊是極高的 所以我就嘗試去令到他麻痺 對了 但是很幸運啦 睡那裡我們可以睡到 其實最主要就是 他下了自己的加城的時候 兩攻兩防的時候 一定要綿到 不過這些都是運氣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我一開始跟大家說運氣這麼重要呢 來到第14回合 第14回合 這裡也是幫我們的瑪麗加攻 因為是唯一的輸出 這裡我們嘗試一下用絕技 2800 其實你看到打是很少的 不過對面其實也加了兩防 這麼幸運我們暈倒 不過我們的支援就死了 只剩下瑪麗和麒麟糧而已 瑪麗不用考慮太多 不要降防了 直接騙下去吧 降防是超級低機率 再來一個 麒麟糧再睡一次 這簡直是運氣的加城 簡直上了神之護符 這個非常有運 然後麒麟糧再打三次 基本上這裡就開始埋尾了 他上來 一下子拍下來 幸好他失去加城攻擊 還不太多 這裡我們來了 開一招 雷浪龍的絕技 完成了 這樣就成功了 這樣就獲得金蛋了 這樣就獲得五星的紅火龍了 其實如果沒有雷雙劍真的很難 所以如果大家有雷雙劍的話 升到差不多等級 配合四星麒麟糧也可以 不過我有五星 當然要先用五星吧 接下來就跟大家說說吧 剛才大家可能已經看完我打火龍上級了 究竟我是怎樣做的呢 我的瑪麗就升到60 我主要用雷浪龍這招的電光突進 其他甚麼招都不用了 不用減防不用成 有機會就放了 接著就用了這招70的雷浪龍 這招的雷浪龍是70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瑪麗也是60的 然後這招的雷重佬 對啦 雷重佬 升到55的 而這招的雷浪龍這招的雷浪龍也是67的 另外就是麒麟糧 雖然這三隻都是課金 但是沒有雷雙刀的傷害差很遠 我又要靠瑪麗和雷浪龍的電輸出 來做一個真的輸出 如果有雷雙劍的話 就會熱勁多 接著我的麒麟糧 大家看到我的麒麟糧 會用雷浪龍 而這招的雷浪龍是48的 為何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的速度要比火龍快一點 但是又要比我所有隊友慢 所以我們的速度是1025 比火龍快一點 我們的隊友全部比我們的... 因為這招的雷浪龍本身有加速 這招的雷浪龍會比麒麟糧快 接著就是我們的瑪麗 瑪麗比她快 所以剛才大家看到 我開技的時候 麒麟糧要最遲開技 這樣就會最好 因為我們要暈眩 我們要躺著她就要躺著她一回合 所以為何你會看到我連加護也不用 就是故意把麒麟糧到最慢的情況 但又要比火龍快快 所以會導致我們的前兩隻開技 麒麟糧便躺著她 躺著之後 這招的雷浪龍要等待我們再一輪的輸出才會醒 這樣這個牌位就會比較好 否則麒麟糧最快 可能很快就會打醒她 這方面大家要注意 我自己打了這麼多場的結論 然後麒麟糧 我們也是升到60 如果你說用4星行不行 其實用4星也可以 不過你的速度要稍微提升 而我的技能只是不斷地使用這招 不斷使用這招的30SP 不斷使用45的威力 以及睡眠效果 亦是不知為何 前三回合其實很容易麻痺 大家可以看到 前三回合的特性麻痺會增加 這個角色 所以大家一開始看到我麻痺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一開始 其實可以不加工 我們先麻痺 麻痺我們有更多時間 然後我會加工給瑪莉 瑪莉做過非常強的輸出 然後一直下去 只需要運氣再好一點 再睡幾次 眠幾次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啦 其實這招打不是最好打的 不過沒有雷雙劍 其實就沒辦法了 我還是要被迫使用一些比較攻高的角色 亦是有運氣成份的 如果大家像我這樣沒有雷雙劍的話 但又有這兩隻的話 不妨早陣進去打打也OK的 我都試了很多場 如果大家真的說 我不想那麼浪費資源 不想那麼浪費體 可以之後再慢慢決定 升勁了一些角色 再去打 老實說5星的麒麟糧也很難有 我明白了 但上面那兩隻 可能大家都會有 麒麟糧方面 轉為4星也可以 因為未升到65 其實他的睡眠沒有加 只不過是速度會高一點 3隻都是用雷狼龍 雷狼龍其實3星不難有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打打這關 用雷狼龍就可以了 沒有特別的 最好當然升到全70 不過應該沒那麼多資源 我只是升到一隻70 一隻67 麒麟糧那隻 因為我的麒麟糧速度太快 所以用48 用來降速 麒麟糧也沒有用交護的 老實說 如果用4星的麒麟糧 你可以用加護 也可以升到少許雷狼龍 那情況應該跟我差不多了 因為我的麒麟糧速度還沒有65 我大概的打法就是這樣打 你看到其實也頗為簡單的 但老實說 這遊戲剛剛出現了 如果打不贏不要緊 慢慢來就可以了 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